庆祖还用很平淡的语言讲说的一个事情 说这个民国十几年 十几年的时候 山东有一个这个寺院 建成以后开光 开光就来了很多人 开光庆祖的就 就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 那很多人都去了 其中有个居士 他带了个小孩也去看大戏 到寺院里面 他看的那个旁边有一口井 这个小孩坐在那个井园上 扑通一下掉到水底去了 掉到水底井里面去了 这下大家就慌了 这个祖父母赶紧马上派人 用那个猪肝子用等等就打捞 这个一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个井井水并不是很宽 但是没有感觉 没有人 打捞了很久 没有下落 没下落 这个祖母今天就很伤心了 你看带了一个小孩过来 结果掉到井里不见了 打捞也没办法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一看 让他感到非常吃惊的是 他的儿子睡在场上了 在睡觉 睡着了 全身都是湿的 他一看这个 就很惊喜啊 很惊喜 所以在那口井旁边盖了个瓶子 捏的一块碑 叫圣井 写了圣井两个字 那个踏片呢 还送给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就让这个报国寺的当家师 放在那个 一个 一个堤房挂起来 那说到之后 这个印竹告诉他 此字 这个此事 你就解解这个梦 这个梦 孟安居士 他也解不出来 加在书里面也都 以后 他一直都 没有可以思维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小孩 全身灵 全身都是 是在隧道 躺在自己场上呢 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 知识所能解释的 但是他确实实实是 存在的事情 所以这个念佛一法 他的信心是需要 这样的一个悟性的 是要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的决定的相信 我们都生活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 把我们托起来 我们凡复众生的每一个行为阿弥陀佛都看得到 我们每一句话阿弥陀佛都听得到 我们每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都有他心通都知道 所以这个感应 虽然很深奥 虽然不可理解 但是他却是跟我们非常亲切的 亲切到什么地步呢 他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 在我们凡复众生的每一个念头里面 所以我们的一切 阿弥陀佛在 他的五眼圆明的这种状态当中 了了之道 就像金刚经说的 一切众生举心动念 如来 细致细见 既然 弥陀对我们的举心动念都细致细见 而且我们每个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的 如同独生子女 所以他对我们的救度 这种稳妥性 这种不可思议 我们要有信心